高领大人是什么梗 最近大家有没有看到过这样的头像呢 如果发现朋友的头像突然变成了这样 并且名字改成了高领大人 那不用怀疑 这说明他已经加入了一个新进的神秘组织 高领军团 成为了高领大人的一员 高领大人源自日本综艺有集之币 在一期节目中 主持人来到一所全是不良学生的学校 而这期学生的任务就是 要不择手段把主持人逗笑 于是就出现了下面这一幕 就是这个好似把鞋把子做成了后衣领子的造型 让高领大人迅速火出了圈 引来了无数网友的模仿 一时间网络上出现了无数高领大人 以及高领大人的小弟 成为了全网炙手可热的新势力 再加上年初的金钱豹大军 和后来一惊突起的开朗的网友 好家伙 真的难道是 开朗的网友日子真的是越来越难过了呀 你们真的不考虑先和猎人和解吗 好了 记得点个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